三民主義展自由 五權憲法升功臨 這裡就很有那種眷村社區的感覺 道牆啊他雖然有點斑駁 但是依稀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他寫著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他們每一族呢 服裝都不太一樣 裝盡自強 處變不驚 我相信有住過眷村的 對這種應該會很有感覺 大家好我是耐霸 我現在人在高雄美農的京宮社區 那這裡是在老農西畔旁 一個很平凡的鄉下小社區 但是呢他卻有一段不平凡的故事 有一部電影《異遇》 它裡面有一首歌 呀死呀你孤兒 在風中哭泣 相信看過這部電影的人 都曾經掉下眼淚 這部電影主要在講述 1949年國共內戰後期 國民黨軍退守台灣 而在雲南的一支部隊 退入至緬甸準備隨時反攻大陸 當然這支部隊直接就進入人家門口 誰都不願意 經過多次的交涉驅離沒效 1950年緬甸軍發動攻擊 最後緬甸軍慘敗 1951年寒戰期間 曾經在美國的支持下 雲南這支部隊也曾反攻大陸成功 收復雲南部分地區 1952年寒戰結束 美國停止資源 在後勤裝備資源不足的情況下 再次退回緬甸 這時候緬甸受不了了 打不贏你我告狀總可以吧 1953年緬甸軍向聯合國提出控訴 因應聯合國決議 1953年從緬甸撤回軍官眷屬約末7000人 安置在現今的桃園中征新村 這次撤台表面上雖然撤回部分官兵 但是在反攻大陸上還留下一點小心思 所以還有一部分的官兵留在緬甸 1961年緬甸軍再次向聯合國提出控訴 這次撤軍官兵眷屬大約4000多人 分別安置在龍潭甘城還有高雄屏東及清淨農場三個部分 安置在高坪交界美濃西畔旁的有甸緬四村 分別為美濃的金鐘新村、成功新村 以及屏東離港的信國定遠二村 隨著時間流逝 金鐘成功二村因相近地緣關係及人文歷史 合併成金功社區 你走在這邊啊 沒有什麼車 來這邊散散步走走逛逛 然後吃一下雲南料理 其實還不錯 雲南18塊 這邊 這個小社區裡面呢 他們的牆都會有雲南特色的彩繪 這裡有一間福德池 可以公表嗎 三民主義展示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五權憲法 五權憲法 升公民 這裡的 這裡就很有那種 眷村社區的感覺 這裡 這道牆啊 它雖然有點斑譜 但是依稀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它寫著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這裡是金功社區活動中心 那他們 我稍微查了一下資料 他們有時候會有賣麵包 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有賣 如果你假日來 剛好運氣好的話 他們會有一些特色麵包可以來買 然後轉過來看一下這裡 所以其實啊 來這邊走走看看 他們雲南的四國九族 來的 拉布朗 哈尼族 寡族 布朗族 鳥族 金坡族 帝宿族 他們雲南的一些少數民族 所以造就不同風格的一個雲南料理 那我們再去走走看看 那我們再去走走看看 這裡如果是平常日的話 其實整個社區裡面沒有什麼車子 也沒有什麼人 還蠻安靜的 那我們再往下走 這一道彩繪牆 其實是少數民族的牆 而且他們每一族呢 服裝都不太一樣 各有特色 那它種的話其實還蠻香的 很淡淡的香味 也不是很激烈的 他們會沒有這種 跟這個牆 都不太一樣 也不是很激烈的 因為這個牆 都不太一樣 很激烈的 那些牆 比麗 裝盡是牆 普遍不經 我相信有住過眷處的 對這種應該會有很多感覺 我們再往這邊看 這道牆是他們的特色料理的牆 豆豉餅 手抓飯 香蔥煎蛋 雲南山菜 包料魚 他們包料魚真的好吃 還不錯喔 裡面的那種香葉啊 這樣吃起來很好吃 奶味香腸 辣烤肉 雲南米乾 這個應該是他們非常有特色的一個米乾麵 好 那我們社區逛完了 我們去吃東西吧 去吃一下他們當地的雲南美食料理 走 走 在這個社區的旁邊 我們來吃雲南美食 十米乾 那他這間店很有趣 他的招牌呢 是老闆親手寫的 看得出來 親手寫的 然後你喜歡吃什麼呢 一樣會有一張空白紙 那要吃什麼自己寫上去 那因為這間店只有老闆一個人 所以呢 我們可能要有點耐心呢 假日的時候人比較多的話 要稍微有耐心 等待他一下 荷包 什麼意思 這是荷葉包的嗎 荷葉包 荷葉包有 荷葉包有 放錢包 喔 喔 就像錢包一樣齁 對對對 荷葉包 我們等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終於都到了 那我們開動吧 米乾來了 喔 好大一碗 他雖然是小碗 但是真的很大一碗 然後這碗米乾呢 他除了有米乾以外 然後還有兩片很厚的肉片 然後一顆蛋 半熟的蛋 然後還有他的肉燥 先喝一下他的湯口 他湯口啊 除了肉到有香以外 還有帶一點點酸味 來試試看他的米乾 他米乾真的是純米做的 你再慢慢嚼嚼嚼 你會吃得到他的米香味 再來試試看他的肉片 他的肉片不是一般的滷肉片 煙燻的肉片 非常有煙燻味 如果喜歡吃煙燻肉的話 真的脹 我們再來吃看他的檸檬雞沙拉 他這檸檬雞啊 他稍微燻過 然後加上這個沙拉 他口感很好 他味道很好 配上他的生菜醬 酸酸甜甜 冰冰涼涼涼的 會忍不住想要一口接一口 豆腐香腸 他這個豆腐香腸啊 主要是因為有加豆腐的關係 所以他裡面那個肥肉比例比較少 所以你不會感覺到香腸很油 然後他裡面有加那個椒麻 會吃起來是椒麻香 他是會辣的 但不知道很辣 荷包魚 老闆說是他慢慢煎的 那為什麼會叫荷包魚呢 不是他用荷葉包的 他取諧於荷包魚 荷包滿滿的意思 他裡面有包料 那感覺就是荷包滿滿 那我們現在吃吃看 第一個 他的魚要新鮮 所以他就是有土味 但是他這裡比較有土味 而且他煎得這樣恰恰的 肉又很結實 真的好吃耶 今天這樣全部吃下來 我應該是最推薦的 荷包魚 我非常乾煎下來 恰恰那種焦脆 哇讚 他外皮是焦脆的 還是裡面肉是嫩的 再配上他裡面的 包的料 OK我們吃飽了 OK我們吃飽了